哈囉,大家好,歡迎各位來體驗一下這個Google的人工智慧機器人 叫BAR的AI的教學 那Google當然,這個第一個,它有什麼特色不一樣 第一個,免費功能它就可以做圖片辨識 你可以丟一張圖片,請它幫你辨識裡面的文字 並且做成簡報哦 這個ChartGP沒有這個功能,要付費的版本才可以 第二個,它可以麥克風語音 在電腦板裡面,它有提供麥克風 你點下去就可以用語音跟它輸入 我想輸入更親切 第三個呢,一個很大不一樣 我們使用ChartGPT使用的人工智慧的資料比對 只能到2021年前9月 那新的資料完全沒辦法 可是Google,它的搜尋功能本就很強啊 它的BAR不會限制說你的查詢資料 譬如說你想打2023年10月份台灣十大新聞 如果你這樣問ChartGP,它會告訴你不行 在BAR沒問題 那接下來第四個不同 你問它一個問題,它會給你三個答案 讓你選看看哪一個比較合適 接下來它可以整合workspace 就是Google,Google文件啊,YouTube的Map啊 在問題這邊可以做會診,這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我現在跟你講這個地方就是比免費版的 TradeGPT強項的地方 今天我們都會帶大家來體驗 把這個不小心收掉,來,再繼續喔 那人工智慧來講,Google本來人工智慧就很強 比如說地圖啊 現在大家開車沒有討論誰受得了 所以這個本來Google對大家講也很方便 那Google的文件自動修正啊,Gmail啊 Google Check的對話等等等等,用在這裡 再來,這個BAR的話呢,我要跟各位提一下 它只有網頁版,沒有APP版本 它現在還在實驗階段 所以它有推出來 前一陣子還有它有大更新 資源中文輸入了 之前只能英文 之前只能英文,我看我們就興致缺缺 在國中小,你叫孩子用英文,提問題 然後再問問題,得到的是英文 再翻譯,我覺得不順 那現在它認識中文 不過我要跟你講一下 它現在呢,真的在使用的時候 還是英文版比較強 一般的AI軟體都是一樣喔 Canva之前是,如果你的介面是英文的 功能比較多 所以今天我們也帶大家體驗英文版的那個BAR 不過就是英文版跟中文版,哪裡差別 後面要加這個 如果你直接使用是中文版本 直接是中文介面的話 功能少一兩,少幾個 外掛的功能沒有 那如果是用英文 那英文版介面很簡單 你就打這樣 這是一個做法 那另外一個重點是說 我要跟各位老師報告的 你不要使用教育版帳號喔 教育版帳號的話 GoogleBAR的那個功能也比較差 也可以用,但有的功能就是比較差 譬如說匯出的地方,可以匯出Google文件 或是變成Email炒稿 教育版的Google帳號不支援 這邊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這個BAR不用再申請了 因為它就是綁在Google的帳號裡面 所以現在各位已經登錄了 我們的Google面會議室 表示你有Google帳號啦 只不過再提醒你一次 但是我們等一下示範會 我會以Gmail個人版再做說明 那老師學生在使用呢 沒有問題 我們在學校使用沒有用到那麼複雜 來 差距不是到那麼多 又收掉了 不好意思 再來 運作Duet主要有兩個型號 這個要申請才會有更細的功能 來,歡迎再說 好 這是我覺得它的強項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GoogleBAR的AI 人工智慧機器人 這個是我覺得我最近在玩的 覺得最感人的 圖片辨識還可以幫我們生成簡報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 我丟給他一個圖 請問這是哪裡 他這個龍騰斷橋 還寫了一大堆文章 你也可以說請你針對這張圖片 幫我做成簡報 圖片辨識在做成簡報 哦 這個 那是一個很吸引人的 那當然 這邊呢 我們在學習AI智慧機器人的時候 怎麼提問 那Google因為晚出 晚出就有一些更新功能 它這邊有個叫什麼 重新整理提示翻譯 就是自動教你怎麼跟GoogleBAR做對話 我們CheckGPT很多都是別的網站 別的作者所提供的網站 教你怎麼跟CheckGPT做溝通 對不對 提供那些提示室 那些咒語 那在GoogleBAR本身它就有提供的 它就有提供 欸 教你的 對 好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簡報 好 聯網比對能力 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如果你使用CheckGPT免費資訊 只停留下2021年的9月 譬如說你讓他推薦2023年暑假必看的電影 或者是說2023年11月24號台灣時代新聞 CheckGPT它直接告訴你不行 GoogleBAR可以 我們都知道Google的搜尋功能比對很強 好 這個 來 我們再繼續 好 可以拿來做什麼 來 接下來我想我們先看到第十頁 再下一頁 它可以做圖片辨識 可以做翻譯改解 當然這都可以 好 人工智慧 模仿人類認知的能力 我們先看到第十頁就好了 好 這是提示的範例 這是提示的範例 那接下來我們就不要再看簡報了 但是看簡報可以把一個系統學會 那真是太神奇了 一定要使用透過操作 一直聽也很累 來 那等一下我們就對這有點概念